第286章 风雪铁骑下江南 8.徐凤年一行人来到山脚 登山台阶有1008集 张龙景下马后介绍说 这条烧香路又有无忧路的说法 烦牢再多的相克 走完这条山路也就没有烦牢了 不过张龙景笑着添了一句 要我看啊 就是累的 就算有烦忧也顾不上了 徐凤年文言后微微一笑 张龙景随后感慨道 黎阳灭佛 好好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叉 如今给一个跟官府走得很近的倒是霸占了去 这会儿寺里僧人都跑光了 当时那倒是领着官兵去封寺 结果寺内僧人连一本古籍也没能带走 咱们郡内的郡守大人原本并不崇尚黄老 早年就连别号也跟佛家有关 跟文灵大家的诗词唱和 署名都是那个陶禅老翁 这次朝廷一旨令下 立马就变成了虔诚信道之人 别号也跟着换成了清静老人 据说前不久 还跟京城里的大真人吴灵素 成功攀上了关系 去年在刺史大人那边的政绩考评 徐凤年皱眉道 前头山门是不是有座石方 提克有佛在当下 张龙锦点头笑道 王爷果真学识渊博 前面以前却是有座石方 那提克和对联 更是出自前朝大奉殊胜之手 是一等一的好东西 可惜这次倒是占了地盘 也不知是谁适合缘由 推到了石方 王爷这趟是见不着了 徐凤年叹息一声 无奈道 徐凤年叹息一声无奈道 徐霄当年在这里有过些故事 这次经过五彩郡 刚好顺路 就想着能不能碰碰运气 见到那个曾经要徐霄 放下徒刀的老和尚 算了 咱们回吧 张龙锦感慨道 竟然还有此事 真是可惜了 早知道属下当年 就该为寒山寺 多添几万两相油钱 徐凤年一笑置之 上马后原路返回 只是在远处小路边 依系有灯火摇曳 这在之前路过的时候 是没有的景象 老爹子宋山水出于本能 立即就心生警觉 但是很快就释然 不说王爷是站在江湖之巅的 武平四大宗师之一 那原统领和充当贴身护从的徐掩兵 谁敢惹 这两位高手 哪怕单个拎出来 你朝廷不出动七八百兵马 估计都没脸跑来打招呼吧 徐凤年从来都有过目不忘的天赋 先前瞥了眼 灯火摇曳处 是岔路口子上 一座破败的土地庙 放缓马蹄 结果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戴帽老人 站在路边 手里提着一盏油灯 身旁跟着个睡眼惺忪的小孩子 也跟着戴了顶部值钱的皮帽 袁左宗放下了心 原本以为是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 现在细看气态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耻目老者 只不过比起同龄人的体魄 稍稍结实一些 徐凤年没有下马 身体前倾 语气温和地问道 这位老丈 是有事吗 老人终究是上了年纪 眼神不太好使 又是夜色中 于是高高提了提油灯 然后笑了 公子可是姓徐 徐凤年愣了愣 反问道 老丈可是寒山四旧人 老人微笑点头 徐凤年在张龙锦 和宋山水的惊讶中 迅速下马 来到老人孩子身前 从怀中掏出一本 小心用卷布包裹的佛经 说道 当年大师借给我爹这本佛经 如今已经借阅了将近二十年 也该物归原主了 老人也没有客气 接过了佛经 然后说了句 让张龙锦大师所望的俗人俗语 只见那老人一手提灯 一手摸着身边孩子的帽子 笑问道 徐施主能否施舍平僧几两银子 今日米刚已无力你了 徐凤年顿时有些为难 北梁铁骑一路南下 什么都不缺 唯独缺这无关紧要的黄白之物 五彩郡的财神爷张龙锦 更是目瞪口呆 他可不是那种 恨不得出门身上挂满黄金的爆发户 便是把玩遇见 不价值个千两银子 那都入不了眼 这次锦衣夜行 当然也不会携带金银 好在老碟子从身上摸出几两银子 徐凤年接过以后 就交给了那个头顶皮帽为取暖 更为遮掩的寒山寺老和尚 准确说来 是江南明察的老主持发险和尚 老僧也没有那种 一般和尚双手不沾银钱的顾虑 堂而皇之收入秀中 有些不加掩饰的笑意 老人身边的小和尚更是没开眼笑 有了银子就有柴米油盐 就能不挨饿 怎能不开心 老和尚收起银子后 感慨道 朝廷有旨 中原各地不容寺庙僧侣 寒山寺也不例外 有人还俗 有人远游 贫僧也曾想过去西北花园 只是年迈不堪 身边又有这个新收的弟子 实在年幼 与贫僧是一般的角力孱弱 这就单个下来了 后来一想 去不去北梁都无所谓 到了北梁 不过是一个老和尚得了安身之地 不去北梁 说不得贫僧 还能让多几个有缘人 得了安心之地 徐凤年诚心诚意道 大师 我可以派人送你们师徒前往北梁 等到师到太平些 只要大师那时候 还想返回中原 老和尚笑着摇头道 徐施主无须如此大费周章 佛缘在何处即是何处 莫要抢求 徐凤年也没有抢求 也知道抢求不得 只得笑道 我爹经常提起大师 大师是真有大佛法的得到高僧 他很佩服 老和尚哈哈大笑 徐小施主打狂语了呀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 可贫僧如何不晓得徐老施主的脾气 能不骂贫僧 是个不识趣的老兔驴 就很好了 徐凤年哑口无言 不说心中所想 徐霄的确每次提起这个寒山寺的老和尚 都是一口一个老秃驴的 私下更给老主持 取了个屠刀和尚的绰号 当年那桩事情的大致经过 徐凤年年少时 听娘亲说起过 发险和尚出身毫发士族 在西楚曾观致力不原外郎 辞观挂印后 先入了道门 却不是在那大山民观里头修行 而是挑了个屁原小山头 睫毛隐居多年 后来不知为何就皈依了佛门 据说与寒山寺上任主持 有过一场辩论 在世人眼中 莫名其妙就一步登天当上了主持 当年徐家铁骑驰骋中原 马蹄过处 战火不断 别说老百姓卫军那头 出自东北的辽东虎 就是中原各国大军主将 都要谈虎色变 唯独法险和尚 拿着一本佛经 孤身一人跑到了徐家军营 要当时如日中天的人 徒徐霄放下徒刀 如果不是无素拦阻 这个和尚不说什么人头落地 恐怕少不了一顿棍棒伺候 有媳妇在旁盯着 徐霄只好捏着鼻子 接过那本佛经 心不在焉地 跟那个和尚鸡同鸭讲得聊了几句 然后就让人赶紧礼宋出营 张龙景能够当成五彩君的张首府 在一周之内 都是数得招的富家翁 何等优华 见缝插针说道 大师 我家也有很多人是吃斋念佛的 最近需要做几场佛事 耐心等到张龙景说完 滴水不漏的那套措辞 老和尚这才缓缓开口道 施主好意贫僧心领了 只可惜在施主家做的 可不是佛事啊 就在张龙景 以为这件事情彻底黄了的时候 不曾想老和尚话风一转 笑眯眯道 不过去还是要去的 万一碰上有缘人呢 袁左宗和徐衍兵面面相去 徐凤年对此 没有什么差异神色 有种惋惜道 这次朝廷灭佛 原因复杂 我就不说这种糟心事了 但我真的希望 大师能够给更多人说佛法 提灯吃力的老和尚 换了一只手提着油灯 心平气和道 平僧说不说佛法是一事 说给多少人听又是一事 有几人听进去 佛法则又是一事 这天下有无佛寺 有无佛像 有无佛经 有无僧人 甚至有无佛 有无西天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老和尚停顿片刻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只看众生心中 有无那方寸的来搁置佛法 佛法在 伺在 僧在 佛在 没了佛法 哪怕天下众生皆是僧人 又有何意 徐凤年点了点头 老和尚所说的这个道理有些大 但是大道理 只要有给人落脚之地 就是真道理 老和尚嘴里的 余方寸地放佛法 就是极大和极小之间的栖息地 以前徐凤年痛恶夸夸其谈的读书人 厌烦那些策子补瓜的算命先生 如今回想起来 大概都是因为受不了那种 落不在实处的言语 尤其是前者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好像是反正道理 我已经说与你听了 接下来如何做 就是你的事情了 还是世子殿下的时候 徐凤年就对所谓的文人文臣 意见颇大 只是在世袭网题前后 哪怕有过两次入京 不怎么痛快的经历 对黎阳读书人的印象 却越来越有所改观 这其中有王继久 黄肠 寒骨子 齐阳龙等等 这些是对北梁并不一味敌视的大人物 当然还有张巨鹿黄温 这些对北梁一直存有薛藩之心的庙堂砥柱 然后徐凤年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是不是等到年轻读书人愈发年长 阅历愈丰 一样能够成长为 值得任何人敬佩的朝堂栋梁 异国风骨所在 发现和尚看了几眼徐凤年身边人 收敛了和煦笑意 黛然问道 徐施主 北梁已经揭竿而起 是要决心造反了 徐凤年摇头道 不造反 戴着皮帽不穿加纱固 而不显僧人身份的老和尚 有些讶异地呕了一声 继续问道 王爷这是灵旨平乱 徐凤年仍是摇头道 太安城的圣旨有是有 但我肯定见不到 大概现在卧病在床的 两怀道节度使蔡南 和经略使寒灵 都已经收到圣旨了 老和尚皱眉问道 那么广陵道 需要北梁骑军 帮朝廷大军评判 徐凤年继续摇头道 不需要 如果需要 我身后就不是一万北梁骑军 最少也该加上两万幽州部军 对话到了这里 袁左宗瞇起眼 杀极深重 老和尚呕了一声后 面无表情地接连问了三个问题 北梁在不在黎阳版图 北梁百姓 是不是黎阳子民 北梁边军 是不是黎阳军武 徐凤年也是面无表情地点头说道 皆是 提着那盏油灯的老和尚 站在夜幕中 沉默许久 问道 敢问北梁王 黎阳三人皇帝 可有无道昏君 徐凤年笑了笑 不但没有 且不管徐赵两家私院 公允而言 平心而论 黎阳赵氏三个皇帝 都是史书上屈之可数的有道明君 赵立雄才伟虐 由圣黎阳开国皇帝 赵敦志正之勤勉 容人之量 亦是千年罕见 赵转之向高远 却无眼高手低之嫌 给他十年太平世道 天下定然 海艳清平 老和尚沈笑一声 然后突然笑容消散 重重说道 多多怪事 徐凤年双手插袖缓缓道 大师一定奇怪 为何大师 你作为西楚一名 作为被风山毁似 不得不在山脚土地庙 栖身的和尚 尚且能够心平气和看待 如今世道 为何我徐凤年 堂堂西北藩王 会为一己之私 带兵南下 老和尚凝视着这个年轻人 看他双眼而不看脸 王爷可是有难言之意 徐凤年自嘲道 有 但对所有人来说 不值一提 老和尚轻轻提了 提手中油灯 当真不值一提 平僧年迈昏馈 不提油灯 便认不轻路 看不到人 见不着你 是不是同样不值一提 也许天底下所有人都是 恰恰平僧此时此刻便不是 徐凤年欲言又止 老和尚好似自言自语道 这个世道很古怪 北梁那个平级地儿 当年必须要 徐家麾下的虎狼之师来守 必须是徐骁坐镇 才能震慑北马 否则不说别人 就连顾建堂也守不住 同时薛帆是大势所趋 若是徐家侥幸胜了北马 再想薛帆就难如登天 任你先后两任 北梁王本人如何想 难保那些嫡系心腹的部将 推波助澜 一心想要做从龙之臣 做那扶龙之功 所以 黎阳肇事的皇帝 对北梁对徐家 就很为难 贵为天子 却只能任由文武百官 和读书人骂人 可北梁铁骑就只能是姓徐 雷打不动 后来一个姓张的读书人 当了大官 就想出一个法子 让北梁和北马相互消耗 最好是鱼死网破 徐凤年笑着说道 对 在朝廷看来 就是狗咬狗 老和尚瞥了眼年轻藩王 徐凤年坦然道 若说是我徐家连累的朝廷 不把北梁百姓当离养百姓 我认 徐骁也认 老和尚开始沉默 徐凤年站在那里 有些出神 退一步说 是我徐家害得北梁边军 慷慨赴死 却无法彰显其永恋 我也认 一个年轻藩王 一个年迈和尚 双方言谈 到了这一步 老蝶子下意识伸手 按住腰间梁刀 但是袁左宗 轻轻按住了老蝶子手臂 朝这个面露奋慨的老人 摇了摇头 徐凤年那袖子横在身前 那些像得 乡间耕作的年轻轻壮 再和一个长辈 唠叨着庄稼收成 言语中没有任何愤懑不平 更不会有半点撞怀激烈 就是拉着家常而已 就像是说 天色江雨 赶紧把晒谷场的粮食收了吧 青春多雨 今年怎么都该比去年 多几担子你吧 第287章 风雪铁极下江南 9 徐凤年轻声说道 北蒙南下中原之路 黎阳以前 自古以来 大地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是入北梁战西蜀 以西向东 居高临下 二是由冀州门户南下 直插中原腹地 故而有三次 进入大凤王朝经济之灾 如今道路有三 除了攻打北梁冀州 还多出一个两辽 原因很简单 黎阳京城太靠北面 皇帝照理 当年以君主 当首边关国门为理由 驳回了京城南迁 广陵江一带的提议 所以按照常理 北蒙大军扣官辽东 只要获胜 便可直扑太安城 几乎算是一劳永逸之举 老和尚笑咪咪道 王爷 可以说 但是两字了 这次不但是老碟子 必须被原祖宗 强行按住 才没有拔刀砍人 就连始终冷眼旁观的徐彦兵 都开始眉头紧皱 隐约有些几分怒气 徐凤年不动声色道 但是 但是有北梁三十万边军 最重要是 十数万精锐骑军的存在 当然也因为有 亲半国之力 打造出来的两辽边防攻势 两者并存 才让北蒙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攻打太安城 一跃不下 北梁骑军 就可以既周围核心的 北方边境线 作为粮草支撑 以最快速度 长途奔袭至辽东 如此一来 北蒙大军 就只能做困兽之斗 等到黎阳南方 各路勤王大军赶制 北蒙绝无一分胜算 至于说 北蒙大军 从中间的冀州 作为突破口 估计只会纸上 谈兵的乡间秀才 都知道 那是傻子才 做得出的举措 那么 是不是说 我们北梁边军对黎阳 对中原就是择无旁贷 就是功不可没了 老和尚反问道 以此推论 难道不是 徐凤年笑道 不是 也是 关键就在于 不管是朝廷还是北梁 都认为北梁铁骑 只是徐家的司军 只认徐字王骑 不认圣旨 不认赵家天子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就摆在了徐赵两在的桌上 没有哪一方绕得开 徐霄当年 就想过这个问题 自己的长子 如果是个既不随他爹 也不随他娘的绣花枕头 那么 能不能去泰安城 当个不管风吹雨打的享乐驸马 或是去中原内地 随便换一块帆地 做个太平王眼 我想黎阳先帝赵敦 更想过这个问题很多次 那就是 怎么保证北莽先和北梁死磕的前提下 且保证北梁军权安稳过渡的前提下 能否为桀骜不驯的北梁 换一个姓氏 换一个东家 中原朝野上下 很多人都说春秋战事 换成只是出道比徐霄晚些的顾建堂 一样能够灭掉六国 不过因为黎阳之外的春秋八国 早早给徐霄灭掉了六个 他顾建堂就只能无可奈何地 跟在徐家大军屁股后头简陋 那是没法子的事情 谁让他比徐霄年轻十几岁 投军入伍也就晚了十几年 否则大将军顾建堂 绝对不仅仅止步于两国之功 大师此时 也许又要忍不住问难道不是了吧 老和尚忍君不惊 哈哈大笑 便是那个从头到尾 听得云里雾里的小和尚 也觉得有趣 袁左宗会心一笑 徐彦兵也松开了紧皱的眉头 徐凤年叹了口气 嘴角有些笑意 有些罕见的骄傲 自顾自摇头道 答案是 也不是 因为换成顾建堂 他就打不赢西磊必战役 更打不下当时战败后 并非没有一战之力的西楚 老和尚不治可否 显然将信将疑 老人虽是西楚移民 可毕竟很早就辞官 做了远在江湖的散人 起初又是喜好 清谈不善兵士的文官 对于那场无比壮烈的两国之战 苦痛极深 可是见解未必深刻 徐凤年忍着笑 说道 打不赢西磊必战役 当年是顾建堂自己说的 而且是四下无人之时 亲口跟徐霄说的 有些尴尬神色的 老和尚下意识抬起手臂 似乎是想要去摸一摸那颗光头 但只摸到了那顶破酒皮帽 徐凤年突然问道 大师先前为何说 涌回出的西北重地 只有徐霄能守 老和尚没有藏藏叶叶 说道 是先前江南道姑母许氏 龙湘将军徐拱 与贫僧说的一番心里话 贫僧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借来一用而已 徐凤年苦笑道 实不相瞒 这次拦阻北梁铁骑前往广陵 兵部侍郎徐拱 正式领军大将 老和尚哑然 徐凤年转移回先前话题 我第一次游历江湖的时候 赵沟有过多次刺杀 至于之前北梁王府那边 最早发生的几次暗杀 没有赵沟的布置 我相信大师也不会相信 老和尚点了点头 对此事倒是深信不疑 徐凤年笑道 我也是之后 以世子身份入京 才知道当时的皇后 如今的皇太后 私下拦阻过赵沟 这又是为何 就他个人而言 大概那会儿 他觉得徐赵两家的香火情 还剩下一些 又或者是对当年的京城白衣案 难免有点心怀愧疚吧 但是真正的癥结所在 是他考虑得更为长远 也更有利于国家设计 那就是 北梁有个顽固子弟的世子殿下 有个有机会做朝廷傀儡的 徐家嫡长子 远比徐骁一怒之下 就干脆造反了来得好 其实那个时候 他和他那个坐龙椅的男人 有很大分歧 希望他极为欣赏的白衣兵圣臣之报 为他赵家镇守国门 但是皇后赵志 除了对臣之报 偏偏十分忌惮之外 还有私心 那就是在坏了黎阳赵氏 立长不利诱的情况下 让嫡长子赵武封王就犯于北梁 去北字流梁字 成为一字并肩王的梁王 到时候 两个亲生儿子 一个坐龙椅穿龙袍临天下 一个让其扬鞭大漠 也算是一种 对赵武做不成皇帝的补偿 皆大欢喜 大师 我问你 你觉得我如果暴毙了 徐霄也去世了 或者是差不多的情形 我不乐意在关外折腾 只想着去京城去中原过太平日子 而且 徐霄也答应下来 那么假设北梁武将 没有大乱内讧 那么换成是顾建堂 以大驻国大将军的身份 到北梁领军 会是如何的光景 平僧虽然不知兵事 但觉得会是一件好事 顾建堂率领北梁边军死战到底 朝廷也能承诺 让顾建堂死后追风为王 不过大概不会世袭罔替 否则就是第二个徐家了 毕竟平僧 还知道军心一事 是靠不断打仗打出来的 也是靠死人死出来的 对 这的确是最好的结局 然后我退回一步 来说 我和徐霄同时不在人世 北梁武将会不会服从顾建堂的管束 这个 平僧不敢妄下断言 夜色深深 陷入寂静 袁左宗淡然道 大师能否信得过 我袁左宗会说几句持平之言 老和尚有些讶异 笑道 原来这位就是公主分一役的 袁白雄袁将军 你且说 平僧信得过 袁左宗缓缓道 在义父和王爷都放话言令 不许生事的前提之下 只说北梁那波老人的话 我袁左宗会离开北梁 有可能远赴西域 此生再不入北梁中原半部 其余两个义子 楚炉山会在流州一带自立为王 甚至有可能在义父死后 直接投奔北莽 而其当国会脱去铁甲 给王爷当个家丁护从 北梁边军齐步大军的那些主帅统领中 燕文卵也许会直接跑去清凉山拼命 就算不去 多半也会活活气死 没气死也会闭门不出 陈云锤 周康 何仲乎等人 全部离开边军 青壮五江中 刘继奴 胡逵 石浮 宁鹅梅 王林宝 李莫帆 等等 几乎都会负气离开边军 到最后 留在边军的 老人不用想了 只有曹小娇之流 还算能用 这些人一走 顾建堂哪怕把所有春秋旧部 一股脑带往北梁 哪怕三十万边军的框架 还在 我想 战力不到原先一半 也许大师会觉得 一半战力也是十五万兵马 加上蔡南大军 加上某人的西蜀 再加上曹梁支持 以及源源不断的中原原兵 例如青州军 甚至可以调动经济大军赶赴西北 说到底 还是有机会拖住北莽大军 慢慢耗尽北莽国力 是不是 老和尚今夜 是第三次说辞语了 难道不是 袁左宗深深呼吸一口气 冷笑道 是 当然不是 要知道 这次两莽大战 我北梁也是侥幸才赢了北莽 怎么 大师一听说 北梁只死十万北莽死三十 就觉得 胜得轻而易举了 不妨告诉你实话 当时三线作战的北梁 只要一条战线崩溃 那就是全线接败的境地 到时候 死的可就不是北梁十万 而是整个三十万边军 再加上三十万都不止了 徐凤年抬头望着夜色 用自己才能听见的细微嗓音 难难道 只死十万 袁左宗有些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尽量恢复平静语气 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死结 真正的隐患是 徐凤年直呼其名 打断袁左宗的言语 袁左宗 袁左宗闭嘴不言 甚至直接摆出闭目凝神的姿态 一场偶然相逢 有些意犹未尽 同时算不上静花而散 武器缓行 袁左宗突然笑道 心里舒服点了 徐凤年闭眼用力呼吸了一口 好似有那春寒独有的亲人心脾 微笑道 一口气把满肚子牢骚都倒出来 整个人舒服多了 在北梁就没法子这么说 毕竟跟着我都是受气的人 尤其是二姐和徐北纸这几个 没把我当出气筒 就算很厚道了 袁左宗笑了笑 但是很快有些隐忧 因为两怀边军的溃败 又有静男的旗号 咱们这一路南下都还算安生 可接下来 既北京旗 西蜀部族和青州兵马会合在即 加上离着广陵战场越来越近 吴仲宣的北江大军虎视眈眈 恐怕很快就会有人要跳出来恶心人 以便取媚朝廷不妨碍大事 但终究是麻烦 徐凤年摇头道 既然决定南下 就不再奢望以后在中原会有什么好名声 徐衍兵调侃道 王爷这两年 好不容易帮着北梁攒出一点口碑 多半又要被打回原形了 徐凤年撇嘴道 这种事就不是个事 徐衍兵嘖嘖道 这话不愧是北梁王说的 袁左宗附和道 不愧是五平大宗师说的 老蝶子和张龙锦一口同声道 是啊 徐凤年扳其脸道 放肆 多给本王拖出去斩了 一阵爽朗笑声 在夜幕中传得格外幽远 作为佛教祖庭之一 寒山寺一直以四小佛大而著称于世 不同于当年两禅寺的占地广阔和僧人众多 寒山寺在历史上僧人最多也不过百余人 作为开宗三祖之一的宽心和尚 在大奉王朝受到历代君王公亲的推崇 大奉末代皇帝更是对其尊称为肉身菩萨 如今佛门念著的由来 也是宽心和尚最早提出的黄豆技术 这座古寺在硝烟四起的春秋战事中 都能逃过一劫保存完好 但是朝廷只是一指令下 就这么毁于一旦 在那武器消失在夜色中 老僧发险让小和尚提着油灯 先行返回土地庙睡觉 老人沿着一条夜路静静的小路上独自散步 如同一头在荒野逛荡的孤魂野鬼 过了约末半个时辰才回到土地庙 不同于先前的小庙 冷记四那坟营 此时的土地庙 竟然在短短半个时辰内变得张灯结彩 辉煌大气 竟有了几分王侯人家的富贵气态 石阶扑井火炉天探不说 有一位风流倜傥如折仙的中年人 坐在炉边 身边更有数位貌若天仙的女婢殷勤伺候着 老僧却是见怪不怪的神情 走上台阶 蹲在火炉边伸手烤火取暖 那中年人滋容如画中人 柔声问道 如何 老人摘下皮帽放在膝盖上 轻声道 比他爹听得近道理 而且自己讲起道理来 也一套一套的 娓娓道来 总之 比他爹徐霄要强 老人抬起头 看着这个几乎可谓春秋朔国仅存的谋国之事 纳兰先生 你真要挑动江南道世子 和江湖人跟北洋骑军对着干 就不担心弄巧成招 我觉得 那个年轻人并非可以随意愚弄之辈 真不怕过犹不及 被法显和尚称呼为纳兰先生的中年人 低头拨弄着炭火 面如关玉 焕发出一种美不胜收的光泽 达非所问 你们佛家有十六观想 可有关自身一说 好像没有吧 舍身都来不及 何用观想 老和尚无奈叹息道 你呀 比平僧还像个和尚 纳兰又刺冷笑道 发显 别忘了 当年你本该也是弘家北奔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本该去北莽南朝担任佛头 你当时自己也点头答应了 可灵了反悔 这笔账 那人可以不计较 我心眼可没他那么大 老和尚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没法杂 当年在儒家书本里找不到归处 之后在黄老学说里也无法安身 原本是临时抱佛脚 跟随众人一起逃个馋而已 不曾想套着逃着 就真把一乡当家乡了 既然真当了和尚 那就不该再去理会俗士了 纳兰又慈怒色道 俗士不理 俗士也不管 天下苍生也不顾 老和尚笑呵呵道 身在俗士 一副皮囊丢在此身而已 众生自有众生福 众生自有众生苦 纳兰又慈猛然站起身 怒喝道 大伯 老和尚凝视着那盆炭火 眼神恍惚 纳兰又慈愤愤道 曹长青暗中联系南朝以老 甚至连王岁和顾建堂都被他说动 许诺西楚成事之后 准许王岁复国冬月 允诺顾建堂成为天下第一人 而不仅仅是那个 徐骁吃剩下不要的黎阳大驻国 一旦平定中原和吞并北莽 更答应西楚将士只存一事 然后将四禅让 换由顾世子弟做皇帝 这就是曹长青心中既定的春秋大收官 老和尚窥探道 众生大苦啊 纳兰又慈站在台阶上 明起嘴唇 眼神阴沉 老僧已经不再称呼 这位西年家族内的晚辈为先生 而是直接了当问道 你这么逼着徐凤年跟朝廷对立 逼着中原市北梁为仇寇 是在为烟翅王赵炳 还是世子赵主谋划 纳兰又慈脸色冷硬 沉声道 只要将来北莽丧尸南下的国力 手握雄兵的徐家不容于黎阳 形同藩镇割据的北梁不容于天下 是大势所趋 兔死狗烹一事 换成任何一个人当皇帝 都会做 别说是当今天子赵传 就是我纳兰又慈腐弼的 赵主登基称帝 哪怕他和徐凤年 自幼便是相交莫逆的幻命兄弟 到时候 只要徐凤年还是北梁王 北梁的处境 一样不会有丝毫改观 说不定比这二十年还要更差 如今黎阳拿北梁铁骑没办法 不意味着五年十年后依旧束手无策 发现和尚翻了翻手掌 手心换成手被烤火 算计的颇为长远 连徐凤年与你那位年轻某主的交情 都算在里头了 但是我问你 兔死狗烹是做皇帝的道理 那么狗急跳墙 算不算也是道理 老和尚不等纳兰又词说话 继续说道 这次北梁为何不是出动左右骑军南下中原 偏偏是北梁铁骑的主心谷大雪龙骑军 是这只万人骑军深入腹地 是那年轻藩王意气用事 想要逞徐家的威风 跟中原这个邻居百阔去 想来不是吧 徐家在西北关外二十年 就跟北满蛮子打了二十年的死仗 从未觊觎过中原 以前是以后还是 尤其你先前所说 暗中依附北梁的二十个家族 正大光明地出现在朝廷视野之中 如此说来 北梁何尝不是告诉泰安城 此次出兵并非造反 打着靖南旗号是退一步 如此一来又是在退一步 北梁的分寸一览无疑 现在尼纳兰佑词要 坏了双方分寸 所作所为 就不怕减少了徐凤年 和赵主的香火情 到时候赵主图穷笔现 真当徐凤年不会一怒之下 就反了 要知道 那时候北莽多半也打残了 中原之路死水手 说不定徐凤年的北梁铁骑 已经可以放开手脚一搏了 老和尚骤然停下言语 缓缓转头 满脸震惊地望向身边 那个修长身影 尼 尼纳兰佑词是 想让徐凤年当皇帝 纳兰佑词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开始捧腹大笑 纳兰佑词伸出两吨手指 轻轻撵动垂下耳边的一缕长发 咬牙切齿道 李一山的唯一弟子 怎就当不得皇帝了 老和尚低头难难道 疯了 疯了 当时 等到被人打晕的 两怀金掠使寒林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返回金掠使 府邸的路途中 这位官至正儿品的 封江大吏 躺在车厢内 坐起身后 靠着车臂正正出神 他有很多事情想不通 就像当年想不通 为何恩师在人才会催的张炉里 没有挑选赵佑林英茂春 只挑了个明显没有宰相气格的王雄贵 作为接班人 现在 这位被朝廷寄予厚望的韩大人 一样想不明白 为何曹玉一事 已经有了眉目 朝廷那边已经松动 为何那个年轻人 就要亲自领兵 南下去烫浑水 藩王静难平叛 是义务不假 可如今 皇帝还没有凄惨到 连一道圣旨都送不出京城的地步 你北梁骑军 怎么就敢擅自离开辖境 韩玲也想不明白 为何没有交情思议的节度使蔡南 为何要自己抽身而退 得以安然远离 这场足以让试图夭折的滔天风波 而不是 把自己拖下水 一起遭殃 只有等到这一刻 在京城官场步步高升的韩玲 才明白一件事 读书人不管学问多寡 和那帮沙场舞人 终究不是一路人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韩玲掀起车帘子 望着外头的白茫茫鸡血 透体声寒 对蔡南有些愧意 对不守规矩的北梁王 则有恨意 韩玲想着 如果蔡南这次大难不死 即便担着被朝廷猜忌的风险 也要跟这位顾建堂旧部大将 把酒言欢一番 只是韩玲很快有些落寞 在那样声势浩大的铁器冲杀之下 身为主将 蔡南岂会不死 韩玲轻轻叹息 然后眼神坚毅起来 他下定决心 蔡南的家人 只要他韩玲在两怀围观一日 就要照顾他们一天 但是此时 金略使大人肯定想不到 蔡南其实并未战死 而是重病在床 昏迷不醒了很多天 那张床不在蔡家宅子 就在大军营帐之中 足可见受伤之重 已经到了经不起一点点 马车颠簸的恐怖地步 以至于当从京城一路赶到 河州宣旨的司礼间太监 捧着那道犀牛角轴的圣旨 进入营帐之时 也闻到了那股扑鼻而来的 浓重药味 以及那种无法遮掩的血腥气 其实在掀开帘子之前 这位太监 就已经看到那些 捷渡史大人的妻儿 一个个仓皇欺然 既有担忧一家 主心谷生死不知的惶恐 更有担心 朝廷雷霆大怒 降下罪责的忐忑 一路行来 那些个大军营帐景象 大多虽是惊鸿一瞥 但那份人人失魂落魄的 哀鸿之警 做不得假 是打了大败仗 并且 一定是惨败的那种哀君 作为泰安城皇宫内 资历并不算最老那一辈的 斯里坚八名隋唐太监之一 寻常情况下 为正二品边关大员的船域宣旨 还远远轮不到他 但是这次宣旨 显然是一桩 各位大红蟎袍大人物们 心照不宣的恶差事 斯里坚长应宋唐禄 不可能离开天子身边 作为二把手的丙比太监 暗律只会捧起那些 杨枝白玉轴子的圣旨 否则也太迭范 接下来就是名正言顺的隋唐太监了 八人之中 就属他这个可怜虫资历最浅 靠山最低 他不来谁来 自怨自意的中年太监板着脸 眯着眼 先是环顾四周 然后才慢悠悠 把视线投出在那张病榻上 床边站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武将 都站不直 逐了根拐杖 隋唐太监皱了皱眉头 再来之前 就有赵沟头目大致讲过蔡南大军的情形 一些主要将领 都有详细阐述 眼前这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应该就是蔡南唯一的明灵义子 是早年死在南唐境内的一位袍泽遗孤 很早就跟随蔡南姓 就叫蔡百 在蔡家 蔡百的地位 不比蔡南那三个亲儿子低 蔡家很多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据说都是蔡百亲手摆平的 干干净净 负责盯蔡南的赵沟 也给出一些不俗评语 认为值得朝廷用心拉拢培植 一旦是成 将来蔡南调教出来的数万嫡系军马 那就能顺理成章地 成为朝廷可用之兵 中年太监原本是绝对接触 不到这等内幕的 但是这趟千里条条的宣旨 在圣旨之外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从一开始就玄机重重 先是权势宣和的兵比太监 找到他谈心 叮嘱他 这次前往两怀道颁布圣旨 要秘密行事 而且更为古怪的事情 是交到他手上的圣旨 不是一道 而是两道 仅是匣子略有不同 丙比太监帝 交两个金丝南木匣的时候 在其中一只匣子上 用指甲画出条隐蔽痕迹 说 如果蔡南大军拦下北梁骑军 就颁布这个匣子里的圣旨 如果输了 而且必须是惨败 才打开另外一个匣子 若是潦草对付 装奴作样摆出个大阵仗 其实私底下 是任由北梁铁骑大摇大摆过境 那么两个匣子都不用打开 你就当初金巡鞭了一趟 怎么去怎么回 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人都不要见 但务必记住 无论是哪道圣旨 都要在尘埃落定 彻底看清了局势的战后颁布 可晚不可早 甚至晚上的几天都不打紧 如果吃不准火后 到时候自会有人帮着给主意 于是 这位私里兼隋唐太监 在得到赵公某人的暗示后 就这么稀里糊涂 来了蔡南营仗 蔡博一蹶一拐上前几步 弓身抱拳低声道 莫将蔡博见过公公 隋唐太监点了点头 用奸细嗓音说道 蔡将军 节度使大人就一直没醒过来 若是如此 截止一世可就难搬了 蔡博竭力掩饰自己的伤感 轻声道 回禀公公 义父在昨日醒来一次 但是很快就又昏迷过去 几名隋军大夫 和我们派人连夜 从河州柳之郡请来的马神医 都说义父这次伤到了五脏六腑 就算哪天能够醒来 也未必还能重新冲锋陷阵了 太监不动声色问道 柳之郡的马神医 可是组上出过六七位 大内御医的马家 蔡博点头道 正是 中年太监恩了一声 其实那名神医 在离开蔡南营帐后 很快就有赵公秘密找上 已经初步确认了蔡南的伤情 确实极重 伤及内服 寻常人伤筋动骨 还要躺个一百天 何况如此 他终于流露出点悲戚神色 感慨万分道 不曾想节度使如此重伤啊 罢了 就当是节度使大人躺得听着好了 咱家相信 陛下也不会怪罪 即便弱些责罚 也是咱家的事 不管如何 哪怕拼着性命 也不让忠心报国的节度使大人 受半点委屈 蔡博文言后 在沙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 不等太监宣旨 竟然就已经扑通一声 就跪了下去 只是气不成声 如同受了莫大委屈 唯独不说话 这个时候 中年太监才有些真正的动容 若是这个年轻人 做出钉点感激涕铃的举动 那他可就要起一心了 蔡博的秉性如何 赵公秘密档案上 可记载的一清二楚 绝对不是那种 能够拍马屁的人物 试探之后 太监这才润了润嗓子 开始宣读那封圣旨 字自然是好字 不像是任何一位 汉林院黄门郎的手笔 倒是跟自家掌印太监的字迹 有几分相似 圣旨内容很是惊世骇俗 就连隋唐太监本人 都有些恶然 只不过被他隐藏得很好而已 大意是说 北梁一万骑军离开辖境 赶赴广陵道 是领旨行事 朝廷原本是要北梁骑军 在春末十分隐蔽出境 与南征主将卢生相 以及兵部尚书吴仲宣 联手给予广陵叛军重创 力求一战 而永绝后患 故而在听说 北梁无缘无故提早出兵 朝廷已经根本来不及告知两怀 这才有了这桩或是风波 蔡博猛然抬头 满脸泪水的边军肖将 有震惊 有茫然 有不甘 更有身为黎阳臣子 不该流露于形色的愤怒 中年太监内心 很满意这个年轻人的表现 因为这才是正常人的情绪 得到赵沟暗中受益的 太监没有急着透底 而是骤眉阴沉道 怎么 将军心有不满 蔡博脸色痛苦 最终双拳砸了一下坚硬地面 末将对朝廷 绝无半点不满 末将只恨那北梁王 为何要提早出兵 退一万步说 既然你徐凤年得了圣旨 为何不予义父 不予我两怀边军不说开来 难道就为了他能够在朝野上下 扬名立万 就要拿我两怀将士坐垫脚石 他徐凤年 分明是对我义父心怀仇恨多年 末将蔡博不服 他日末将若是能够独自长兵 定要为义父 为我战死兄弟 脱口而出说到这里 蔡博猛然间闭上嘴巴 低头更低 一个是躺着的半死之人 一个是下跪盯着地面的人 帐内已经无人看着自己 所以中年太监略微勾了勾嘴角 缓缓说道 小将军 咱家可是见你们蔡家满门中烈 才愿意跟你讲些不传六耳的话 有些事情 别放在嘴上 放在心里就好 毕竟不是 人人都像咱家这般 嘴巴严实的 蔡博抬起头 用手臂胡乱擦拭了一下脸颊 使劲点头 是个开窍的聪明人 中年太监笑了起来 但是当他想到 那个赵沟要自己照做的勾当 神情有些凝重 只是既然并比太监先前已经有过铺垫 相比刚才宣读这封圣旨的出人意料 那倒不可付诸彼端的秘址 就有点合情合理了 快步上前 一手捧纸 一手搀扶起这个年轻武将 神色和蔼道 咱家也斗胆破个例 不说 那接着二字了 小将军拿过去便是 等到蔡博郑重其事地 双手接过圣旨 太监这才压低嗓音道 小将军 除了你手上这道圣旨 其实还有一道陛下的亲口秘纸 字虽不多 但你可要用心听清楚了 蔡博惊讶之后 立即再度跪下 中年太监陈生道 赤丰两怀节度使蔡南为中一伯 蔡博这次抬头 截然不同的神色 是惊喜和感恩 太监小心斟酌措辞 缓缓道 有些事 小将军心里明白就好 咱家可不是飞来飞去的陆地神仙 只不过是个角力平定的阉人 为何能够在今日 就为你义父带来这道秘纸 还不是陛下在得知那北梁蛮子 提前出兵的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 你义父和两怀精锐 一定会奋勇拦阻 就想到了 会有如今这一天 否则你们蔡家能有这封皇恩浩荡的秘纸 显而易见 在陛下心中 对你们两怀 那是极为以重的 是愿意 视为国之助食的 蔡博面向东方 面朝那座太安城的方向 砰砰砰 使劲磕头 接下来没有任何宦官与金官常见的那几句刻套寒暄 随唐太监 这就要离开营帐 回京复命了 蔡博就要让人为这位公公 匆忙送些比营子更值钱的上好物件 但是中年太监笑着拒绝了 走得干脆利落 天底下不贪财的太监有 但很少 而且他也不是 只不过能够做到随唐太监 尤其是先后两位掌印太监 是寒生宣送唐禄这样的人物 他就该明白 有些时候 对付有些人 不收钱 不但睡觉安稳 而且 其实比收钱更值钱 蔡博小心翼翼放下那道圣旨后 一缺一拐 硬是坚持 要把中年太监送到营寨大门口 目送这名大太监 坐入车厢远去 直到彻底消失在视野 这才返回那座死气沉沉的营帐 坐回床边的小板凳上 一言不发 眼神晦暗 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嗓音沙哑 传入耳朵 把儿 那个燕人走了 蔡博没有任何震惊 点头道 义父 走远了 蔡男身体纹丝不动 只有嘴唇微动 本想冷笑几声 可惜实在艰难 终究这病根子是落下了 千真万确 只不过那个年轻藩王的出手 极有分寸 很有讲究 一如先前那北梁一万铁骑的所作所为 是开阵 而非破阵 两怀边军死人了没 当然死了的 而且大半都是蔡男嫡系 但这里头很有意思 看着伤亡惨重 但事实上有死人 却不多 受伤之人倒是不计其数 这种事情 不是身经百战的老族 就不会明白其中的玄机 但要说蔡男一开始 就跟北梁铁骑心有灵犀 又冤枉了他 这位节度使 一开始 蔡男确实心怀必死之心去拦路 若非如此 也不会把麾下精锐 放在第一线 身体远未痊愈 但是精气神恢复很快的蔡男流畅说道 百儿 难为你这么个操人演戏了 蔡伯苦笑道 义父 关系着咱们蔡家生死荣辱 蔡伯怎能不上心 不过说实话 比起上阵杀敌 是要难很多 蔡男问道 听了两封圣旨后 有何感想 蔡伯百感焦急道 如果不是事先得知 那北梁根本不可能获准南下 又有那北梁骑君的古怪形势在后 蔡伯今天就真要信了那阉人的鬼话 躺在床上的蔡男 直勾勾 看着银杖顶部 都说吐死胡碑 我虽然不知道咱们大将军做何想 但我的确有这样的心思 这么多年看着黎阳对付北梁的手段 台面上的 以及那些台面下的 层出不穷 难免心里头打鼓 你以为义父为何能够一直在边关手握兵权 是我蔡男领兵打仗的本事很大吗 我看啊 本事不小 但真没有有多大 比起卢生像许拱这几个 还要稍训一筹 之所以一路高升 做到一道节度史 其实就是两个人的缘故 一个是大将军 一个还是大将军 最后那句听着像是废话 但蔡伯清楚 不但不是废话 而且 其中寓意之丰富 不但可以令人瞠目结舌 还能让人毛骨悚然 第一个大将军 是说义父的恩主 黎阳王朝第二位大主国 顾建堂 第二个大将军 是被骂为春秋人徒的老梁王徐骁 蔡男低声道 但是哪怕心有戚其然 可我蔡男对老皇帝赵礼 先帝赵敦 对这两人只有敬畏 没有其他半点大逆不到的念头 为啥 很简单 他们厉害嘛 不管那里缘由 毕竟还能够压着两位大将军 压着满朝文武 赵礼能够让徐骁心甘情愿 帮着他老人家打天下 并且到死都帮着黎阳打北盲守天下 能够在他死后 都让咱们顾大将军 穿着官袍 而不是铁甲 在那逼则不堪的兵部衙门 足足做了二十年的板凳 赵敦也不差 要那个权倾天下的张首扶死 碧尔就乖乖死了 赵敦死后 同样给当今天子 留下了好大一副家当 只可惜啊 赵敦虽有私怨 大体上从来无害国士 到了赵传手上 就拿捏不住尺度了 但是这种事情 你也不能说 年轻天子就真的错了 事事如此 只能解释为造化弄人吧 话虽如此 我也相信 换成是赵礼当皇帝 北梁恐怕连出兵广陵的念头都没有 而赵敦 会更早就把圣旨送到咱们手里 断然不会这般扭扭捏捏 蔡博犹豫道 虽然我对年轻天子没甚好感 但是换成是我 恐怕只会做得更差 蔡楠恩了一声 赵传是不差 只要给他时间 说不得做的 会比他父亲爷爷都要好 但终究还是嫩了点 加上当今庙堂 碧尔一死 坦坦翁看似依旧 我估计差不多是心灰意冷了 虽说还有个先帝 留给咱们黎阳的奇阳龙 但是相比这位半路出山的 上阴学宫大祭九 尤其还是原本系的恩师 赵传自然更信任那个 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陈旺 可惜信任归信任的同时 在关键时刻 心底又不会太过 看重陈旺的意见 因为陈旺年轻 皇帝也年轻 西北没有了徐霄 北蒙就立马打过来 而庙堂没有了原本系和张巨鹿 问题也跟着出现了 我猜测 如果赵传在曹运一事上 能够大度一些 那么徐凤年这趟莫名其妙的出兵 起码会做点表面功夫 比如派人跟泰安城请一道圣旨 只不过年轻天子心底 还是希望用咱们两怀边军 来掂量掂量北梁铁骑的分量 看其中到底有多大水分 现在好了 烂摊子一个 朝堂上又没了碧眼这种冯补将 最近两天只要想到这一点 我心里头那点闷气 好歹能少些 随后蔡南叹息道 如果这个时候 齐阳龙和桓温再不说几句公道话 有着大好局面的黎阳 恐怕就真有大祸了 蔡伯不知其解 蔡南也没有解释什么 本就沙哑低沉的嗓音又含糊几分 这次义父是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想了想 有件事情还是跟你说了吧 但是义父也没真的想透 你可以自己琢磨 蔡伯身体前倾 压低声音道 义父你说 我听着 蔡南语气平静道 明防北梁徐家 暗防陈之报 好好做你的边关大将 大势可期 这是大将军这么多年来 送给我蔡南的唯一一份秘信 是口信 没写在纸上 蔡伯苍白的脸色瞬间愈发雪白 但是很快就浮现出病态的潮红 蔡南闭上眼睛 疲惫不堪道 死过一次后 结果发现如今 看来看去 还是那个姓徐的年轻人有意思 其他人也就那样了 对了 白儿 什么时候等到我真正领到手 那到霍峰忠义伯的圣旨后 你就可以领军了 至于能不能当上节度使 看你自己的本事 义父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了 你也别劝 义父我呀 也许是觉着没啥意思了 蔡南不再说话 只是睁着眼睛 耳畔依稀有春秋战士的肋骨 眼中依稀有春秋战士的硝烟 心中依稀有年轻时候的 奋不顾身轻生死 永辉年间 天下指之庙堂上有张炉故炉 不知有位半寸蛇谋士 就住在宫城边缘 等到现在的降伏年 文武百官依然不知道 就在原本夕住处的不远处 有洞披静屋子 多出了一个目盲住客 姓陆明许 身边只有一位贴身侍女 伺候她的饮食起居 这一天 有个身份特殊的年轻人 来到陆许住处 前者既是客人 又是主人 因为姓赵的她 虽是这栋小院子的客人 却是整个黎阳的主人 当今天子赵传 没有身穿龙袍 玉带青衫 更已经秘密成为 本朝天字号大碟子的陆许 在屋内相对坐 桌子上只有一盒棋子 而无棋盘 这是陆许的一个小习惯 无论翻书还是思考 都会在手边放着一盒棋子 有事没事 就抓起一把 再手心慢慢妈撒 赵传语气淡漠 言语中带着些许责怪 先生 为何非但下令 沿途赵沟按兵不动 甚至还要严令 当地江湖人士 不准露面 不得拦阻北梁骑军 握有一把 沁梁骑子的陆许 五指微动 吃牙微响 面对异国之君 带有怒气的责难 这个一夜之间 姬身王朝中书的 牧芒年轻人 没有表情 缓缓说道 黎阳的脸面 不在这种无关痛痒的小事上 而陛下的脸面 在两辽 北梁 和两怀的边关战事上 如果说 陛下是觉得 天底下任何人都能容忍 唯独忍不下徐凤年 因此要陆许意气用事 那么很简单 赵沟大人物 死得七零八落 但在地方上 依旧是呼风唤雨的 一股庞大势力 别说什么 拦着读书人和江湖人 不准生事 就是在北梁骑军南下途中 每一道每一州 每一郡每一县 都有人挺身而出 都有人死在北梁 占刀马蹄之下 有河南 赵转沉默 但是眉宇间的愤懑不减 陆许伸出手臂 从手心泄露出一颗棋子 坠落在桌面上 从实处说 一家钱财一地兵马 从虚处说 明星军星和天时大事 抛开将来的收成不说 在当下都是用一点少一点 北梁骑军这次大举南下 虽说打着静南平乱的旗号 但是在文武百观星中 就是那狼子野心 在中原百姓眼中 则是那年轻藩王的形势跋扈 现在的局势 最糟糕的局面 是徐凤年勾结西楚 先不管北莽战士 与曹长青达成了 平分中原的意向 比如要日后徐凤年 跟那女帝江四成亲 来一手左手换右手的皇位过渡 国号仍是楚 皇帝姓徐 说到底仍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对不对 赵转闷气点头道 却如先生所说 陆许微笑道 只不过话说回来 陛下扪心自问 那北梁会反吗 赵转摇头道 这倒不会 北梁边军十万战死官外在前 仅有万鱼齐军远赴广陵在后 北梁不会反 陆许又丢下几枚 棋子在桌上 既然如此 那么朝廷就不要逼着北梁造反 最不计不要自己出面 由着北梁跟北莽死磕到底便是 广陵曹梁 你要 那就给你好了 战死的英恋 你徐凤年拉不下脸 跟朝廷讨要 但是朝廷也给你 第二场两莽大战 你可能兵力不够 两怀截度使蔡南的大军 朝廷借你 蔡南不够 冀州还有韩方杨虎臣 两位副将的兵马 一并借给你 赵转皱紧眉头 陆许平静道 朝廷不该一心想着 如何提防北梁 而要去想 如何让北梁和徐家分离开来 不要寄希望于徐家第二代家主 依旧对朝廷不忠也不反 而要想着 如何让北梁轻壮武将生不出半点不辰之心 要让他们和整个北梁道 都由衷认为 北梁是离养版图内的北梁 徐家只是帮着朝廷管理统侠北梁 哪怕有一天 北梁没有了徐家铁击 但是即便梁莽战士不利 他们北梁从官员到百姓 人人都有退路 北梁没了立足之地 那么朝廷就让他们 安心退往两怀 退往蜀赵 甚至能够一路退往江南 赵转眉头微微松动 真能如此 徐家反不反 都不重要了 陆徐哑然笑道 陛下切记 想要北梁徐家成为无缘之水 还早呢 一靠朝廷精心运作 舍得舍得 先舍些东西给北梁 二靠接下来的梁莽消耗 三靠北梁明星倾斜朝廷 朝廷不可再视其为 未开化的北梁蛮子 不可在科举公民一事上 约束梁的世子 四靠庙堂上 有立足之地的北梁官员 不可无孙吟摇白风 也不能只有靖兰亭之流 五靠黎阳 赶紧让徐拱炉生 向宋利这些绅士清白 且可堪大用的武将脱颖而出 赶紧结束广陵战事 不要再想着王死里 削减地方武将的势力 水智清则无余 一旦武将在黎阳彻底无言 北莽大军游在北方未伤根本 难道到头来 还是只靠徐家铁骑去打仗 那么先前四靠 岂不是成了笑话 赵转一颗颗 从桌上捡起那些 从陆许手中露下的棋子 使劲钻井 陷入沉思 赵转下意识模仿 木盲青年的动作 手心的棋子相互摩擦 归根结底 先生是要朝廷以退为敬 陆许毫不犹豫 说了句大逆不道的话 是要陛下以退为敬 赵转善善一笑 很奇怪的是 年轻天子显然没有生气 陆许突然问道 陛下难道就不奇怪 以张巨陆原本系两人的眼光 为何想不出 这府邸抽薪的粗钱手段 赵转心头一震 哈哈笑道 朕只知道 先生此番手笔 绝不粗钱 陆许松开手心 妻子哗啦啦坠落桌面 两位前辈 只是无法做慈想而已 相信当时两人一切布局 主要是针对北梁两人 而不是徐凤年 相同的药方 用在不同地方 效果截然相反 赵转匪一所思道 除了徐霄 还能有谁 陆许抬起头 面无表情 赵转恍然 陈之暴 陆许的言辞 越来越惊世骇俗 早年谁都想不到 徐凤年真的能够顺利世袭网替 但是以张首府原先生两人大财 仍是能够亡羊补牢 只可惜 先帝没有给张巨鹿机会 陛下你也没有给原先生机会 赵转脸色阴沉 陆许看着这个年轻皇帝 其实 陛下这次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震怒于 为何我陆许执掌赵沟大权后 胆敢先掌后奏 擅自赤锋蔡南为终一搏 赵转法笑了 初始的确惊怒皆有 真甚至都动了杀人的念头 但是听过先生那些题外话后 释然许多 只不过朕也不希望这种事情 能有第二次 陆许坦然摇头道 不会再有 陛下对我的信任 也差不多用完了 陆许的脑袋毕竟只有一颗 赵转廷下手上的动作 感慨道 先生 朕可以答应你 只要先生一心卫震的 黎阳运筹帷幄 就算有朝一日 先生犯下死罪 朕也能容忍 容忍一次 若是先生不信 朕可以前往祖庙 向赵家列祖列宗发誓 陆许赶忙摆手笑道 不用 陛下是个好皇帝 这一点我很确定 否则 陆许一个注定无法 在仕途攀升的瞎子 会愿意跑来泰安城 赵转小声问道 先生 朕也知有些问题不该问 而史书上 每当有臣子回答 君主这个问题 从没有过好下场 但是朕还是奢望 先生能够坦诚相待 陆许淡然道 陛下既然尚无多位皇子 那么就应该是问 我在庙堂之上 谁能记起羊龙之后 担任本朝首府 又是否容忍那位首府 在眼皮子底下 成长为张巨鹿 这般朝中 吴正敌的立皇帝 由此问 是不是说陛下 连陈旺也不肯放心 那陛下可真就是 孤家寡人了呀 赵转语气诚恳道 不是朕不相信陈旺 陆许不置可否 自顾自说道 这个人选 唯有陈旺担任 无庸置疑 严池吉 孙盈 范长厚 李吉辅 这五人 各有致命缺陷 都不如有望完人的陈旺 在他们之前的过渡阶段 如因冒春 赵又林寒林之流 不过三五年风光的 短命鬼首府 不值一提 赵转摊开手心 低头看着那把棋子 朕豁然开朗 赵转突然抬头笑道 先生可还有棋子赠我 陆许微笑道 没了 赵转握紧手心 起身道 那这些棋子 朕可就收下了 陆许站起身 那我也就不送了 赵转大笑道 送朕出门是不用 但是以后棋子 还要继续送 争取咱们君臣二人 在有生之年的末尾 再像今天这样 面对面坐在一起 慢慢数着那些棋子 说一说陈年往事 一颗颗重新放回盒子 不易快栽 等到赵转悄然离去 从静安王府 跟随陆许来到京城的那名婢女姓花 他突然发现 自家先生正经危坐 但是桌面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颗孤零零的棋子 没有送给皇帝赵转 他好奇问道 先生 怎么自己留了一颗 陆许轻声道 不是留给我自己的 是给某人留的 女子悚然 陆许伸出手指 轻轻压在那枚棋子之上 当以国师报之 第288章 风雪铁骑下江南 时 一路南下 出去那些崇山峻岭的上方 几乎已不见积雪 廖俏春寒最动骨 北梁骑军再往东南方向 推进120余里 就等于进入广陵道 虽说距离真正的战场 时下黎阳新任兵部上书 吴仲轩挥下大军 和西楚向西 突围主力的对峙阵线 有有一段路程 但哪怕不用掌握 第一手战框的将校都尉们 出言提醒 仅是凭借行军路线四周 出现越来越多的黎阳地方 赤后真奇的身影 就已经足以让这支北梁骑军 推出大致形式 便是平时 只有那份轻逆镜头的 显马卫马动作 也不由自主地 透出了几分肃杀意味 拂晓十分 距离大军拔营 还有半个时辰 暂时充当 这支铁骑主将的北梁王徐凤年 在临时搭建的简陋军帐内 召集了所有将领校尉 连同远左宗宁 峨眉红树文在内 总计十六人 大帐内并无捉案 那张半帐宽高的广陵道渔图 挂在围墙上 主要关爱城池 早已清晰记录 甚至连各处驻军数目 都以一丝不苟的朱宏小凯 仔细标注 精确到了百人 徐凤年侧面站在那幅渔图下 依旧玄培内柄 当年从江府钉手上 抢过的明刀过河足 只是摘下了两刀 徐凤年看着呈现 胡县为战的 各位骑军将领 举起战刀 在内幅足以让 黎阳兵部衙门 赶到震惊的地图上 划出一条路线 笑道 接下来 我们就要过绿河郡 途径渭水坝下两线 正式进入广陵道 也许是咱们在淮北两周 走得太慢 然后在淮南道走得太快 导致朝廷大军措手不及 所以没能跟上咱们的步子 否则冀州齐军 应该在两日前 到达多山林小径的 山英郡一带 对我们进行先头阻截 利用武方 松云两城 作为依托固守代员 等到兵部徐拱的京畿大军 联合当地兵马 共同死守这条 坐拥低利的天然防线 逼迫我军不得不再往南 突进八十余里 绕到东行进入广陵 但是如此一来 我们务必 就要跟火速北上的 青州兵马相撞 只要稍稍拖延 号称两万大军的西蜀 也会浩浩荡荡赶到 徐凤年说到这里 略作停顿 勾了勾嘴角 只可惜啊 那位顾家的毛脚女婿 跑得还是慢了点 所以估计这会儿 徐侍郎 已经指着 冀州将军的鼻子吐口水了 不过 我要是有机会 站在徐侍郎跟前 一定要为那冀州将军 说情几句 他娘的你 徐公躲在冀州 右翼慢慢晃荡 凭啥要咱们累得 像条狗的冀州骑军 急匆匆凑上去 给北梁铁骑打 谁不知道 那大雪龙骑上马 乘骑甲北梁 下马不做 也是嘶吼不输 给幽州部军的 老子来中原是捞共饶的 可不是急着投胎的 除了不苟言孝的袁左宗 帐内诸将轰然大笑 尤其是几元 打过春秋战士的 齐军老将 更是咧嘴很大 这拨人虽然大多 都是在北梁边关 得到的将校官身 但是在赴梁之前 还是小族的时候 大多听过 各自军中老校尉们的吹嘘 说大将军在战前排兵布阵 每次都少不了 拿敌人开涮一通 据说连西磊币战役 打得最艰苦的时候 被誉为春秋兵甲的 西楚夜白魁 也没能逃过一劫 等到笑声停歇 徐凤年收敛了轻松神色 沉声道 我们大雪龙旗 如今仍是一万有余的兵力 但是真实战力如何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葫芦口全间 杨渊赞西线大军一役 我大雪龙旗战功最大 但是 伤亡也绝不是小数目 战死沙场之人 就有三千四百人 因为受伤 不得不退出边军的将士 事后也有一千两百余人 不妨在这里说句 得罪那两只重骑军的话 他们伤亡也属惨重 但是相对而言 我敢让这两只骑军 从梁州左右骑军中选人 甚至是从幽州精锐骑军 和灵州地方上的 少数驻军中抽掉 但是对于大雪龙旗 别说灵州 就是幽州 我都没有抽掉 哪怕一骑 一律从梁州关外中选人 我徐凤年可以拍胸谱说 每一名新族的增补进入 都经过了清凉山 和都护府的双重筛选 每一名新任都尉 他们的沙场履历 我徐凤年更是亲眼过目 必须在我点头后 再由楚禄山 和袁左宗一起同意 才可以赴任 可即便如此 比起当初那只 赶赴葫芦口的大雪龙旗 显而易见 现在的这只大雪龙旗 帐内所有在关外战功 标饼的武将 都感受到 一股沉闷的窒息感 不仅仅是那个 年轻人身上的 北梁王头衔 也不仅仅是什么 江湖宗师陆地神仙 还有徐凤年 那种冲锋陷阵的万人敌 不但徐霄是如此 就算是身为大宗师的顾建堂 早年在春秋战事中 身先士族的次数 其实并不平凡 陈之暴更是如此 打得了胜仗 打得起败仗 其实就够了 而众人身前 这位年轻藩王 沙场 庙堂 江湖 好像都没有输过 当然 据说在某处战场 咱们北梁王 那是吃过大败仗的 连燕文鸾陈云锤 这些功勋大将 偶尔听到下属鬼祟提及此事 从不呵斥 相反露出 只有大老爷们都懂得那种 会心一笑 徐凤年在卖了个小关子后 一本正经道 显而易见 现在这只大雪龙骑军 要说年死什么 冀州惊奇荆棘大军 依旧没啥难处 这次就算是袁左宗 都有些忍惧不惊 徐凤年说道 这次我带着你们来 广陵道烫浑水 一般北梁百姓 肯定不知道真相 不过帐内 各位或多或少听到过一些 其实如你们所闻所猜 那就是真的 不等众人表态 徐凤年已经沉生道 不管如何 谁有怨言 甚至是谁想骂我几句 都等回到北洋境内再说 这次南下 除了蔡南的两怀边军 咱们不得不打个样子出来 接下来再跟吴仲宣的 北江大军面对面之前 我的宗旨 是能不打仗就不打仗 我大雪龙骑 就算在这里 一起拼掉一百朝廷兵马 也是装亏本买卖 当然 徐肱云庭山这些人 非要死难到底 那就打 这件事要跟大家先说明白 真正的恶仗 还是跟吴仲宣的较量 因为此行突入广陵道 除了我要接一个人之外 你们也要趁机 吸那一定数量的西楚溃军 初步估计在两百到三百之间 多是轻壮岁数 在战场上 会以小队逃难骑军的面目出现 到时候 我们为他们提供北梁战马和轻甲 当然还有梁刀 迅速将这只兵马 打散融入我方大军 在这之后 袁统领会率领你们 离开西线战场 我最多在一日后 与你们会合 徐凤年梁刀在地图上重重一指 不出意外 徐拱的荆棘兵马 和袁庭山的冀州骑军 会在此地碰头 徐拱将以城墙较高的柴桑县城 作为据点 彻野的西蜀部族和青州大军 则分别位于我军后方和南方 各有城池关矮作为依托 敌方整条战线 呈现出一个半壶 柴桑两侧地势虽平 但水网纵横 并不利于大队齐军驰骋通过 因为仅有一条宽整关道 已经被柴桑官府驱使百姓联手回去 尤其是每两百步间隔 挖掘出条条仗于宽度的沟壑 若是再来一场稍大春雨 将会更加不利于我们的推进 据悉 徐拱大军携带有大量兵部库存的重母 更有重甲1700负 其中 大功迎神必赢 总计4000人 自然是要在逼迫我们下马作战的同时 死守柴桑 如果我们选择绕过柴桑城 在那条关道上置缓不前 极有可能彻底丧失 作为骑军的缘由主动 那么被包围后 进退失据的1万人 对阵战线伸缩自如的6万余人 何况对方主帅 又是黎阳蜀的招的名将徐拱 所以 对我们来说 打不打那座柴桑城 都只是下策 红书文小心翼翼道 王爷 末将看柴桑附近的地理形势 若是往北绕路 就要兜出一个大圈子 而且 那边同样也有个类似柴桑的北孤城 不过如果咱们改变既定行军路线 迅速往南 做掉那只尚未赶到柴桑的青州兵马 然后做出兵临近安道的样子 想来会比较有趣 如今世人都知道 近安道从近安王赵巡 到金略使节度使 三个当家做主的家伙 都与咱们北梁大有间隙 哪怕徐拱明知道 咱们的初衷是更换战场 他也担不起近安道战乱四起的风险 只能被咱们牵着鼻子走 只要他们离开柴桑 尤其是冀州骑军和金畿大军出现脱节 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只不过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咱们脱后的游弩手 要多杀些掉在尾巴上的敌方斥后才行 徐凤年一脸无辜道 我像是那种 未爆丝绸 不惜大动干戈的人吗 红书文信信然不作声 袁左宗第一个古怪笑道 不像吗 诸位将领先是面面相去 继而很不给面子的轰然大笑 徐凤年对此早有预料 很快就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做样子做到底 牛千柱 你领千奇去拦截西蜀大军 沿途尽管放出消息 打着叙旧的旗号 反正中原本就没人相信我们 是来评判的 如此一来 刚好坐实了他们的胡思乱想 一位肌肤有黑 身材魁梧的汉子 问声问气问道 王爷 一千奇是不是少了点 徐凤年思索片刻 点头道 那就让庞建锐 再领千奇侧音以撞声事 黑炭一般的汉子 赶忙摆手道 王爷 不是这个意思 属下一个屁大的校尉 这辈子也没领过两千人以上的兵马 这不借着这次跟随王爷来中原逛荡的机会 也好装回将军 俺不敢跟王爷比 只要有两千奇就够了 实在不行 让老庞借我五百奇也行吗 汉子越说嗓音越低 显然有些心虚 徐凤年抬脚做事要踹 大雪龙骑军校为牛千柱 赶忙躲在庞建锐身后 徐凤年拿刀鞘指了指这位牛校尉 没好气道 行 给你两千奇 再把我的凤字营也一并借你 如何 再不满意 我把袁统领也借给你 牛千柱尴尬笑道 袁统领就算了 只会抢俺的风头 有两千奇和王爷的凤字营 就够了 足够了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牛校尉给站在不远处的袁左宗踹了一脚 身材矮小结实的校尉旁尖锐问道 王爷 青州奇军已经在赵巡当初 持援淮南王赵英一役中 损失殆尽 现在那只八千人左右的步军尾时不值一提 末将愿领千奇作为先锋为大军开路 牛千柱火急火了道 老庞 王爷已经答应 把你的一千人都借给俺了 庞尖锐转头狠狠瞪了一眼 吓得牛千柱缩了缩脖子 牛千柱的体型 看上去的有两个庞尖锐 但是在大雪龙奇军中 同样是统领千奇的校尉 一直是牛千柱在庞尖锐跟前 就像小媳妇遇上恶婆婆 就在此时 袁左宗突然出声道 我做先锋 五百奇足矣 庞尖锐挠挠头 给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跟统领大人争功 何况 只要是大雪龙奇军的老人 就都知道 那场青州湘繁城的十年攻守战 袁左宗作为徐家军中 继无起虚谱之后的第二代奇军统领 当年在湘繁城下 战士艰辛酷烈 到了麾下奇军 不得不做不足使用 以赴攻城 到最后实不存三 这才有了之后 楚禄山千奇开守的壮举 并非是徐家铁奇 不想抽调出更多奇军 而是实在无起可用 无论骑足还是战马 皆是如此 徐凤年点了点头 随后抬起两刀 在两军僵持的广陵道两处战场 先后指点了一下 在越过徐拱挥下格路兵马之后 我们要经营的 那只西楚奇军将在此处破阵而出 位于瓜子州以南三十里 负责这处战场的吴部将领叫周然 总兵力达到两万 不容小觑 周然用兵老成持重 擅长阵地战 从未贪攻冒进的先例 挥下有两千奇军 届时 我方主力会在瓜子州西北方向二十里左右 在这里 香薇和一带 进行短暂的停马驻军 周然必然会派遣大量斥后 盯烧我军动静 不但如此 因为我们的到来 吴仲宣必然会命令北部来线战线的 向南势度倾斜 主将袁家德 虽然兵力不足一万 但是奇军几乎占到半数 四千五百于其 此不曾是南疆大军北上平乱的先锋 战力显然不弱 袁左宗 你率领主力向瓜子州 沿香薇和推东三十里 直逼周然驻地 王博远 你到时候领两千奇 直插来线和香薇和之间 截断袁家德主力齐军的南下增援之路 配合主力 摆出我们要一鼓作气 先吞掉周然两万人马的驾驶 宋金山 你领一千奇与中军右翼 保持三四里兼具放缓推进 主要职责是盯住周然的两千奇 以及清扫周然在南方的各路斥候侦探 一旦凤子营南下 接应那只马队的行踪泄漏 或是前线有无步兵马衔尾追击 期间周然两千奇 若是得到消息往南截杀 你就要咬住他们 务必要给凤子营征渠道完整接收那数百人的空当 袁左宗和两位骑军将领都抱拳领命 突然有由奴手前来禀报军情 随后徐凤年和诸位武将都有些哭笑不得 截获徐拱麾下 赤后传递给青州方面的军令 命其按照原路退回静安道北部边境的大镇黄炉城 不得擅自出城北上 徐凤年无奈道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西蜀那边也是差不多 看来徐拱不乐意给我们虚张声势的机会 徐凤年没有因为截获一封密信 就以为大功告成 这种根本不惧泄密的军令 自然不会只派遣单独一起传递 用多多一扇来说都不过分 但是徐凤年很快讥讽道 西蜀那边不好说 也许会听令后撤 接下来会有默契的撤伺机而动 但是堂堂静安王应该比一个侍郎说的话要管用 那只青州兵马 未必会听从徐拱蛮不讲理的调遣 那赵荀杀场用兵 不管胜负 只表忠心 这只兵马的主将是静安王府的新妇必将出身 出兵之前肯定得了赵荀的密令 无非是哪怕摊上贪功冒进的嫌疑 以致全军覆没 也绝对不可以给朝廷留下贪生怕死的印象 这位年纪轻轻的静安王 不愧是朝野赞于最盛的贤粮藩王啊 牛千柱等将校都有些茫然 毕竟中原形势对这波久在关外厮杀的北梁肖江来说 实在是纪懒的关心也不屑理睬 只有袁左宗点了点头 冷笑道 青州军执意北上的可能性很大 以后召寻送死藩王的绰号算是名副其实了 跟统领袁左宗一样 经历过相反成战役的老将宋金山 叹了口气 感慨道 听说现在的青州水师很不像话 但是从去年广陵战场青州骑军的昙花一线来看 且不论战力高低只说其永烈程度 颇死当年 想我们当年不管对青州对那座湘繁城如何痛恨 但对青州兵还是要伸出大拇指的 这样的对手当得起敬佩 结果摊上这么个败家藩王 可惜了 可惜了呀 账内出现片刻沉寂 徐凤年突然打拒道 宋将军 你可没有寒沙摄影吧 宋金山冷不丁歪头朝地面吐了口唾沫 这个以下犯上的大胆举动 吓得牛千柱旁尖锐等人都提心吊胆 很快宋金山就笑脸灿烂道 照寻那小王八蛋 给王爷提携都不配 徐凤年重重拍了拍老将军的肩膀 不愧是徐霄带出来的老族 打仗没二话 拍马屁也硬是要得 宋金山一张老脸 笑得那叫一个夸张 还不忘对牛千柱 那拨年轻后辈 邪言挑眉了一下 老人一副有些欠揍的德行 显然是在对更年轻一些的 齐军校尉说学着点 老子这才是真正的拍马屁 你们还是太嫩了 徐彦兵掀开营帐帘子 徐凤年朝他点了点头 徐凤年让帐内诸将都散去 然后和徐彦兵并肩站在帐外 徐凤年皱起眉头 有种不祥的预感 有客自远方来 从极远处极块来